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李医生 大家经常是糖癌色变 因为癌症在老百姓的眼中是一种不治之症 死亡率极高 人人也都不希望自己患有这类的疾病 但其实癌症如果发现的比较早 当它还是原胃癌的时候 尚未突破肌底膜的时候就被发现了 其实还是有很大的治愈率的 而当肌体产生癌症的时候 其他的部位 是会发出警报的 比如说我们的皮肤出现了这三种异常 就一定要注意了 首先就是皮肤的黑质异常 皮肤的黑质容易变成色素瘤 普通的黑质一般都是大小 不超过五个厘米 边界比较清楚 颜色是以黑色和棕色为主 表面是比较光滑的 一般来说没有皮损 但是如果受到了日光长期的照射摩擦 包括外伤感染病毒入侵这些条件的刺激之下呢 就会让黑质啊 变成黑色素瘤 而黑色素瘤呢 主要是大小它会超过五个厘米 边缘不整齐 有皮损 颜色呢不只是黑色和棕色 甚至有红色 蓝色 这种颜色的异常 经常分布在阳光比较容易照射的部位 比如说头颈部位和容易摩擦的部位 还有这种液窝处 另外一个表现呢就是全身发黄 全身发黄啊 其实这是黄胆的表现 一般呢 多鉴于像肝细胞癌 胆管癌 胰头癌 这一类的癌症 肝癌呢 是由癌细胞阻塞 胆总管或者肝总管 导致了胆汁无法进行排泄 造成了阻塞性的黄胆 而癌细胞呢 还会侵犯到周围的小血管 让胆汁经过破损的血管 反流入血 再到肾 通过肾排泄出来 就形成了尿的血红素 而尿液颜色呢 也会被加深 而胰头癌和胆管癌啊 都是阻塞了 或者压迫了这个肝总管 或者胆总管 形成了阻塞性的黄胆 当黄胆一旦出现的时候呢 一定就要及时的就医啊 做到早发现 早治疗 另外一个表现就是 皮肤溃烂不愈合 皮肤的愈合呢 是由上皮细胞不断的进行分裂 来修复破损的皮肤 肉牙组织形成来填补缺口 当皮肤癌一旦出现的时候呢 皮肤的上皮细胞啊 会丧失它本来的功能 而无法形成伤口的愈合 当别的类型的癌症出现的时候呢 由于癌症细胞 需要大量的能量 来维持癌细胞的分裂 所以对于机体的营养物质呢 是一种掠夺 虽然说身体受伤了 但是啊 却没有足够的能量来修复伤口 这样呢就会造成伤口这种经久的不愈合 所以呢 当身体啊出现癌症的时候 一般皮肤会给我们警告 如果说我们出现以上几种情况 就需要重视注意自己的身体 并且呢 及时就医 做到早发现 早治疗 好了 我们这一期呢 就到这里 关注我 了解更多健康知识